其實還要這樣頂 我再聽一下蛇哥 等下蛇哥親述 這段時間維持了多久? 我想大約在車廂裡 由我開車 在掙扎大概是22秒左右 20多秒 你20多秒是死亡 死亡20秒和死神拆過 絕對是的 1.5月24號的虛霸艇 看見這麼多人 慢慢介紹 蛇哥 蛇哥 自己介紹 聖仔 聖哥 當然有Patrick 今天見到四個男人可能有點失望 沒有什麼所謂 有一件事 在上個星期爆了出來 最初很多報導 其實也不是很大件事 以為是打劫 但是當我們知道了 原來 一個都算有一點有份 知情 知情的 而今天阿蛇哥就是 有份 哪有份 阿九叔 有份 知情 知情 主要是他們把內情全部知道的人 可以這樣說 阿蛇哥就是 我們先看看新聞 新聞 01的報導說 突然從後用鐵線 勒頸 的士司機 奮力 掙扎 79歲 老翁跌出車被捕 大家看到 牛杜哥的士司機 租南城 鐵線勒頸 79歲疑犯跌出車外 受傷就擒 很明顯他不是79歲的疑犯 很明顯是當日的士司機 我們再看看時間 在11號 凌晨4點 一輛的士在塞州村 接一名南城 一出村口 去到塞榮地 司機突然租人家 從鐵線勒頸 繼續開車 期間 對方跌出車外受傷 警員趕到場 拘捕了一個姓林的疑犯 79歲 檢獲了一個背囊 有一把刀 暫時列作商人 及床 攻擊性武器處理 據了解 林的疑犯 是叫車的 說很機場 機場說大事 當然是老虎都做 其後在塞德OK 那裡 多數都是上車的 那裡的位置 說忘記帶東西 叫司機回頭 突然間 他又不下車 開門之後又不下車 拿了一條鐵線出來 那司機就掙扎 就給他 成功逃脫 簡單簡單的說 那好了 回來啦 好了 那就是看下去 好像 會不會老套啊 甚至乎有些報道 上個星期講的媒體 竟然說 是不是有艾薩啊 的士佬 你是不是跟別人吵啊 這樣啊 然後 整天發脾氣 這樣啊 大佬不是吧 發脾氣 拿鐵線出來 你研究拿鐵線 還有在背囊 是有刀的 他機場不是帶的行李 就是這樣啊 拿刀上機啊 有解釋的人切豬肉 是嗎 又是這樣啊 作為一個 肉類切割員 但是這件事 簡直是覺得不好笑的 是不好笑的 我自己覺得 只是說一下 現在就可以笑 因為 蛇哥還在這裡 還在跟我們講這件事 能夠有機會上來 解釋 解剖一下 當日的事發經過 當然 其實我原本 是不認識蛇哥的 阿醒哥就 說了一件事給我聽 哇 其實這件事都挺懸疑 原來阿醒哥 都很了解這件事 這件事有關 是呀 之前一晚還跟人吃飯 開始的 是呀 開始講氣 但是醒哥說一下 你怎樣跟他們吃飯 他有什麼事 我吃飯 約了而已 是呀 有時候 都會找我喝酒 剛剛跟蛇哥 再說一下 醒哥是誰 醒哥就是 紅星車行 老闆 是啊 是呀 是呀 那 那 之前兩年還沒有上來 有兩年嗎 是呀 如果要租車 可以在荃灣區找紅星 荃灣區 找紅星 不找不到別人 哇 這麼厲害 哈哈 嚴肅一點 你好像突然做喜劇一樣 是呀 現在怎樣 是荃灣周星馳嗎 哈哈 最緊要是租車 剛剛出了個玉面飛龍 玉面飛龍 現在是荃灣周星馳 不是呀 那入到全貴街 那 玉面飛龍 阿郭信 是不是 入到全貴街 全貴街不是很長的 找不到紅星也不要緊的 打個電話就可以了 打個電話號碼 打個電話號碼 讓自己看 6802 6808 OK 甚至會大聲 他會有人招呼你了 九十多人走出來 就要找他什麼事 千萬不要叫聖仔 他自己說 好了 講回來 是呀 全貴街 阿俊鴻 我覺得他很辣詞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很辣詞 有沒有阿俊鴻張索 回來了 大哥 好了 那阿聖哥就是 剛剛跟蛇哥你吃飯 以及他的拍檔 是吧 而他的拍檔 就是跟這個 79歲的老翁 這個老翁的儀胸 這個儀胸是認識的 是拍檔 是拍檔 很久之前是拍檔 多少年前 講到三年前以上 應該 可以這麼說 這個79歲的儀犯 曾經是一名的士司機 是的 問題是的 那為什麼他會 幸好不是 如果我要振救他 那為什麼 這幾個都不是 無關你的事 其實是會不會 其實是會不會 初頭我第一刻想 不是 初頭我第一刻想 是不是報復鴻星 其實想辣他 其實是不是想辣你 我是有這樣想過的 當然不是 很清晰 是不是的 他是仇敵 很明顯的動作 但是他本身是駕駛的 就是駕駛的 為什麼他駕駛的 現在變成這樣 阿醒哥你知不知道 你是不是一直看著 看著這段影片 再繼續說 故事很長 故事 先講一下 故事先講一下 故事先講一下 家庭壓力 家庭壓力 老夫少妻 哦 原來這樣 關老夫少妻 關仇敵什麼事 你差了幾十年 是啊 也因為 之前和的士佬 的圈子裡 都是有些恩怨 我剛才聽過 也是解決不了的事情 不要介意 我想幫我搏 他老婆 又不是和其他的士司機有言 你始終都會 身邊的街坊都會說話 你會聽到很多事情 去到那個年紀 你沒得說 壓力壓下來 加上 他之前有些的士 可能撞車 或者火燒車 發生了這些事情 而收不回的按金 那些 隔了很久都最終收到 或者被人充公的問題 其實他不知道 之後我經過 聽聞他本身都是車主 是啊 有幾輛車 兩輛車主 去機場橋底 輸了 大家明白了 大家明白了 在街市上大地 切開個尾桿 就來 但他什麼檔 我忘記了 這樣也輸 兩輛艇 是啊 原來輸了兩輛的 他都玩到很大一下 原來裡面也很可愛 威謙門菜到會 方便衛生 超值底細 微微可厚 上點就點 接下來的聖誕節 公司 全年夜飯 記得訂威謙門菜 打電話就送到包商 好 阿熙 為什麼這麼瘦 在找車開工 找車當然是找聯泰 但這裡有很多車行 那些不用管 聯泰只得一間 聯泰組織完善 聯泰自號佬 聯泰規模大 聯泰服務街 租車打理買賣 找聯泰 23866672 機場的旗台輸了很多 你有沒有分開別人的穿 有沒有分打妝 20年前 那時候我只是年輕人 都打過下妝 沒有 再重申一下 完全不關紅星的 只不過 剛巧有這麼巧 蛇哥 蛇哥 跟熊星 買車 亦相識 大家是好朋友 亦都跟那個 本身 熊星 就是阿醒哥 跟另外一個司機 79歲的司機 拍耕 都是認識的 之前一晚都坐下吃飯 진짜公開 就是 聽著叫車 坐在這兒吃飯 正正的 也就 警察有沒有找你做證人 我luises nations 先 ideas 沒有 美少 Moh 不是 正正的 正正的 他們自己都喊 真的 оля 恆 剛好 就聽到,接著才知道我打 就上了這輛車 也要澄清,這個79歲的懶脫空徒 他輸了那兩輛的士 他輸了十三章,阿醒哥不是打眼妝 所以也不關他的事 他可能會打其他事 我今天上來沒有預備道具 什麼電線那些 那些嗎?你想把他打? 一會兒要模擬 他是不是做司機? 當然 我只是想這樣才上來 是啊 你不是做司機嗎? 你今天的裝束似 跟蛇差不多,你想做司機似一點 我做我老翁 可能他似一點 因為其實真的想要命 剛才我做了一個動作 可能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那個移空的武器 是怎樣的 你們以為他可能是一條鐵線 或者他自己帶勞工手襪 原來不是的 有手把 早有預謀的 你看他拿東西這樣穿著 他自己也不要戒傷 是啊 變成了可以這樣拿手把這樣扯 是啊 這幾好法 這些是早有預謀的 不是一時之間 這個精心部署 可以這樣說 還要準備多把刀 以防搞你不死 是啊 背囊那裏 可能是補飛 還是對自己 不知道怎樣 會不會自殺 可能是撤腹 你不知道 其實還要這樣頂 我聽回蛇哥 等下蛇哥 親屬他那個 維持了幾多久 我想大約在車廂裡 是由我開車 在掙扎大概是二十二秒左右 這二十幾秒 這二十幾秒 真是死亡 死亡二十秒 跟死神拆過 絕對是 好啦 那 蛇哥 我們要認真一點這樣說 是 就 等你親屬這個 真實過程 真實過程 好啦 我們看看片 那 因為要說聲 那些片 就不知道為什麼 是沒有聲音的 但我敢說 嗯 我自己有百多部車 都裝上過車廂裡 嗯 錄音都沒事 是啊 就是那一刻 那我不知為什麼 是來這架有事 是啊 那當然 都是大家裝上去 不是我裝給你的 也是同一間公司 是同一間公司 是 我們會叫他們改進一下 但是 是不是有時候 就是 天注定 下不了音呢 是啊 因為如果沒有聲音 一來都給那麼多位觀眾看 可能會差一點 是吧 是 原來警察那個調查 也會有少少阻制 麻煩一點 那好吧 那我們去片段看看 可能那個畫面 大家不知道說什麼 但是盡量 蛇哥會說得清楚一點 好啦 蛇哥 當時你是接了order 跟著就準時去到目的地 是吧 沒錯 我大概都是五十七分到 就到了目的地 就好像畫面一樣 然後就停在 嗯 然後其實那個八百 就已經很準時 我還沒到 他已經站在左邊 所以那個鏡頭就拍不到 他也都即時很準時 就這樣上車 那他當時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行李的 只是一個拐掌 拿著一個手抽的 最大拐掌 是 但是他的手 他是似側拐掌 但是他不是用拐掌來刺 他是抽著 右手抽著拐掌 左手抽著那個袋 這樣就走上車的了 另外一個還有那個 好像叫做 就是那些hand bag 其實只有生意的東西 就放了上車而已 然後一上車就說 confirm我去機場 所以去機場 然後我就關門 關門之後就看 他扣了安全帶 我就開車 一開車他就要求我U-turn 那U-turn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你U-turn就向前面走 去到前面的避車處停下 那跟著我跟著就開車 就去到 跟著就去那個紅綠燈那裡 停下了之後呢 我就再跟他重複說回來 究竟燈位轉右進回川樓 還是怎樣 他就叫我不是 你要繼續向前走 走到下面斜路的避車處 你停下我才走上去 我漏了一些東西 所以我聽完之後 我的心就已經來一來覺得鬼鬼鬼 不是這麼合理 因為這個位置 你沒有可能走到上村的 但是我也沒有即時挑戰他 所以我就停下了之後 在這個位置 想插插是幾僻靜 是僻靜的 所以他選擇這個位置下手 根本 說真的 塞德川都過了十年了 應該是吧 過了 車那麼多客人 哪一個在這裏上下下 說真的 是不是 這個位置是完全不會的 沒有 真的沒有試過的 他怎麼可以走到上去 所以是不合理的 整個就立刻有一點點警惕 現在抽出來 好了 繼續 所以我就開了車門之後 他就沒有下車 就坐了去我後面 反而退去右手邊的後面 我即時已經醒覺到 我就想準備已經是隨安全帶走 當時你已經是亂 就是跟他在掙扎中 看到你不是二線來限的 極細線 是呀 是呀 因為我被他突然間勒住了 是呀 是呀 已經做不到事了 所以我一直在掙扎的時候 也都掙扎不到 到最後我就唯有 一邊開車 一邊掙扎 就到最後在車道 左膝右膝 就塞掉了之後 我才掙扎到 這裏都超過20秒 超過 從哪個位置跌出來 這裏跌出來 不是 其實在之前左膝右膝 就是第二個右手彎 第二個S就已經跌了出來 嗯嗯 那現在這一刻已經不是 這一刻已經停下了 郭伯伯已經在採榮裡 下跌了地下 那你是不是立刻下車 我現在就下車報警 這個moment 我現在就下車報警 有沒有走到那個 我一路報警 就一路走回去 那我走到斜樓的時候 已經看到那個伯伯 就已經在地下 那頭就有點流血了 另外也有 第二部的士司機停下了 幫忙報警 也有一部貨車停下了 在事發的現場 他們也是在看的 他們最初都以為是 交通宴案 他以為你這樣大了 瘋狂的駕駛 是不是 如果你在後面看 真的要驚訝了 對呀 這樣駕駛了 這樣駕駛了 是不是 不是平時那些 發了 就是有些試過有人 承了乘客下車 不是那些 大家真的要留意清楚 這件事是很明顯的 蓄意謀殺 在我角度 是嗎 那我們看到畫面 當時停下了車 你又拿車 你不怕的嗎 他不怕的嗎 他不怕的嗎 回頭去 你不怕的嗎 其實我又 當時是比較冷靜 也不是很害怕的 如果很敏心如論 遇到這個case 好 你不冷靜的 我想可能十個 有九個了 都已經死了 也是什麼都做不到 你有沒有很生氣 他回頭去撿他 不能努力這樣 暗心如論 真的有 那我當時 我跟你無怨無仇 你這樣 就是這樣 你是擺明拿命的 當時你是未知痛 我估計你的傷口 你未覺得痛著 是嗎 是 沒那麼厲害 沒那麼厲害 我真的想回頭 哇 你搞什麼 阿伯 我打算撿努力 我一走過去 我看到他已經 躺在那裡 頭都爆了 你有沒有去問 嘗試問一下他 有 有 我即時問他 我說阿伯 你搞什麼 你這麼大年紀 你搞什麼 但是他很神奇的 跟我說 發生什麼事 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都不知道什麼事 他是這樣回答我 即是他都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 當然是裝模作樣 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他真的撞傷嗎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一定不可以遲到 師父 麻煩 宏信車行 爹地辛苦了這麼多年 是時候要報答他了 駕駛了幾十年的士 背起了整頭家 現在我們都出身了 都應該有分隔屬於自己的的士 讓他可以舒服自在地開工 宏信車行 駕駛業界幾十年 兩代經營專業 人情未並重 無論管理和買賣都妥善可靠 宏信 安心 幸福 新界三十年的麗新車行 和東區的麗豪車行 專門的士租賃 牌照買賣 車主托管 無論你是的士司機 想找間公道又有人情味的車行 介紹一輛優質靚車去開工 還是心動動想入牌照投資 又或者車主不想煩 想找個好打理 勵新勵豪是必然首選 憑住在行內經營多年 聲譽良好 管理完善 多年來 司機和車主更安枕無憂 不停給like 更歡迎新手想入行的司機 我們提供專業的導師培訓 令你日日爆數 牢牢唱通 所以認住 麗新、麗豪兩大車行的麥頭 你就不用愁了 Yo!大家看完這個這麼好看的節目 是否很想繼續無限loop呢 如果是的話 立即click到這裏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給個like和share 和我們一起聊天 Yo! 好!